你喜欢有三个阳台,一个停车长,五分钟到超市,还位于学区的新建别墅吗? おかえり,欢迎来到华森匠的频道 今天来看一个位于学区的新建别墅吧 一进门的玄关好大好宽敞 这边的全身镜呢,是出门之前一定要照一照的 这边有一个嵌入式的衣柜,可以放进一些包包 下面和我一起进来看一看吧 一进门的右手边呢,是一个有6.5铁大的阳室了 差不多10平方米 大小整整好好,绝对够住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大衣柜了 双开门的大衣柜呢,里面可以挂上你的长外套 这个挑高呢,很高 这边的小窗户呢,可以保证充分的采光,还有通风换气了 而且,另外一面也有一个小窗户 这种窗户多的结构,我真是太喜欢了 下面我们再去别的屋子看一看了 这套房子呢,所有房间都有收纳的 我们先看这个卫浴部分啊 带有LED灯的新式镜柜 三面镜子都可以打开,后方带有收纳 这边呢,有一个垫门 是让我们插吹风机和卷发棒的位置了 而且照明也在这里调控 底下的收纳呢,可以收纳很多的日用品 洗手池呢,采用的材质也非常的好 这边是放着洗衣机的地方了 墙上就是我们的浴室干燥机了 洗澡前一定要把暖房打开 这样就不用怕冷了 下面进来呢,是我们的浴室部分了 这个大浴缸大到可以躺下来泡澡了 后面呢,就是调节水温的控板 这边还有一个隔温板 有它就不怕洗澡水变凉了 浴室有小窗,通风不用愁 这边呢,是一楼的卫生间了 温水坐便,中央控制面板 最新的设备以应俱全 一楼部分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面我们一起去二楼看一看吧 二楼部分呢,楼梯的设计 大家来看这里有扶手 是不是非常的安全呢 日本的房子总是能在人性化的地方 给你惊喜 移上来呢,是我们二楼的卫生间部分 同样的温水坐便,还有中央控制面板 这里还有一个小窗 可以保证卫生间的通风换气 二楼部分呢,是我们一个餐客一体 带有开放式厨房的大客厅了 这边呢,可以直通阳台 但是我先不带你看阳台 这间房子呢,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么大的收纳 简直太厉害了 这里的玻璃呢,也很可爱 采用了磨砂的材质 如果说这边作为客厅使用呢 那这边一定要作为餐厅来使用啊 桌子都给您放好了 参考这个位置来摆放家具吧 开放式厨房最好的特点呢 就是可以在这里看到你的家人 坐在餐桌等待你做好饭的样子啦 这个小吧台呢,也可以放置一些东西 是不是很方便呢 经典的三口灶台,灶下烤箱 橱柜非常的大 还要标配一个大洗碗机啦 干净又卫生 解放你老公的神器就是它啦 二楼部分就看到这里了 下面我们到三楼看一看啦 华森匠呢,特别喜欢屋子里面有很多窗户 这样整个屋子的空气都会变得特别清新啦 三楼部分呢,是三间洋室 大小呢,都差不多 而且设计感也是满满的 这边的小窗呢,依旧是磨砂的玻璃 很好的保证了隐私性 这边墙呢,采用了黑白相间的条纹 是不是还挺别致的 是现在很流行的硬丝风吧 这边呢,我们先来到三楼的第一个阳台 方方正正的阳台可以欣赏到外面的蓝天白云 外面的风景真的是不错 这个区啊,真的是很方便 最近的超市呢,徒步也就五分钟 而且是著名的Live连锁超市哦 大衣柜可以收纳进你所有的漂亮衣服 还有你的包包啊,也可以放在上面啦 下面我们来到的呢,是第二间卧室 这间卧室呢,采用的是蓝色的墙 是不是还挺有海洋氛围的 整体的感觉呢,也很清新 大家来看这个设计哦 这个设计呢,我们把它按下去呢 它就是可以打开或者关闭的 是整个屋子的换气小帮手 大衣柜呢,收纳也是相当的强的 可以放进非常多的衣服啦 这间屋子的大小是4.5铁 方方正正,绝对够了使用 下面我们来再看第三间卧室啦 这间卧室的墙壁呢,跟刚才的两间又有所不同 这边的小窗呢,也是手摇式的 衣柜的收纳空间也够你使用的 这边的墙呢,采用了这种清新的蓝色和白色相间 是不是还挺别致的 下面我们来到的是第二个阳台了 这间房子呢,一共有三个阳台 现在这是第三个了 也可以欣赏到外面的南天白云 天气好的时候在这里喝杯茶 是不是特别的惬意呢 今天的看房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